第123章 龚山 众人又惊又怒 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 不给人一点点反应的机会 前一刻他们还在堂内商议 下一刻对方就杀上门来 混账 敢打扰老盟主闭关 富京门情绪暴躁 千金门的门主寒歇 望向天空 他眯着眼 仔细分辨 神色微变道 空中有飞行法器 曹青阳等高层人物抬头凝望 果然看见蔚蓝的天空中凝固着一个黑点 纵使是他们的目力 也只能勉强看清是一个船行法器 飞行法器 曹青阳心里一沉 但没有慌乱 他在犬戎山以及周围的道路 设了关卡 赤后 山上更是假设了许多床母 军阵的骑兵整个带弹 尽可奔袭 退可入山抵御强敌 武林盟内部的高手与士族配合 能形容非常可观的战力 明金 曹青阳转头对富盟主温成碧下达命令 接着环顾众人 你们九位随我去后山遇敌 其余人召集弟子戒备 防备有其他敌人趁机作乱 说完 他跃上屋脊 看了一眼府外广场上 骚动起来的个帮派弟子 如果敌人的数量不多 且都是顶尖高手 那么这些人可以保住性命 只需要旁观就好 而后不管武林盟是胜失败 都与这些底层弟子无关 如果非洲上的是敌人的前锋队 其后还有大规模的嫡媳 那么广场外以及武林盟的嫡系子弟们 就要面临一场生死大劫 富京门 肖月奴等九大附属帮派的帮主 跟随曹青阳朝着后山掠去 他们都能短暂欲空 但其中身法最灵动的是神行宗的宗主 这位宗主身形受削 他没有御风 而是踩着树梢即行 脚尖每在树梢轻点 身形就如利剑击射 带冲进减缓 又在树梢轻踏一下 如此循环 速度比匀速飞行的四品舞者们快不少 很快 终于来到后山 射吼声不绝于耳 气机爆炸声层层叠叠 曹青阳等人骤然拔高身形 窜向天空 俯瞰后山情况 只见崖壁石门前 一只体长约四丈 形如犬的怪物 正在与一道金色人影激斗 他有着一张与人类相近的脸 浑身覆盖黑色短毛 双眼赤红 宛如两盏红色的灯笼 好 犬龙扑击金色身影 试图撕碎他 起料那道金色人影异常灵活 于辗转腾挪间 躲开犬龙的一次次扑咬 拍打 轰轰轰 坚硬的岩石在犬龙的拍击中不断开裂 金色人影抓住机会 一个划铲从犬龙的腹部突进 瞬间来到他身后 咔嚓 金色人影踏裂地面 化作金色流光冲向石门 似是要撞碎他 当 让人心头一震的撞击声里 金色人影倒飞出去 击飞他的是犬龙身后 六条粗壮的尾巴 静圆一路撞断树根大树 堪堪稳住身形 随手把破烂的那一撕裂 露出黄金胶筑般的健美身形 犬龙击退敌人后 昂首咆哮 宣泄愤怒 声波响彻整个犬龙山脉 啪哒 曹青阳率领众人落地 来到犬龙身边 一边安抚巨兽 一边说道 金刚神功 果然是佛门中人 呵 四品的武僧吗 郑主还没下来 你们谁去会会他 神行宗主站了出来 陈吟道 我的身法能克制他 我来 话没说完 便被铁衣门主打断 没好气到 绕着他转圈圈吗 你们神行宗逃命功夫厉害 打架可不再行 人家站着不动让你打 你头秃了 也伤不到人家一根头发 这是一个铁塔般的汉子 个头不高 但横向体积甚是吓人 和尚本来就没头发 神行宗主心里嘀咕一声 没有坚持己见 因为铁无双说的是事实 有时 小心点 曹青阳说了一句 抬起头 警惕着天空中的御风舟 这里有个很尴尬的是 四品武夫虽能短暂御空飞行 但高度和速度受限 御风舟明显已经超出 四品武夫能触及的范围极限 盟主放心 属下早就想领教 是佛门金刚神功厉害 还是我铁一门的护体 神功更强 矮壮的游石双眼冒光 死盯着远处的密林里的金色身影 静元站在一颗断裂的树干边 面无表情地望着武林盟众人 眼神冷傲 四十枚把它们放在眼里 好狂的和尚 萧月奴等人纷纷皱眉 登登登的声音里 游石狂奔而出 与半途纵身跃起 像是一块陨石砸向静元 当 游石一拳砸在静元脸颊 砸得他身体猛地往后一仰 即将倒地时 静元几倍一收 就像一个不倒翁 在后仰出夸张的角度后 猛地拉了回来 当 又是一声巨响 游石额头一痛 大脑瞬间进入眩晕状态 身体则往后抛飞 而以头锤撞飞对手的静元 只是轻描淡写地揉了揉额头 用不太标准的中原关化 淡淡道 差了些 杨崔雪等四平五夫露出了严肃的表情 仅从刚才的交手里 便能判断出游石的体魄 比这个佛门五僧要差一筹 当然 游石上有保留 没有权力以赴 可谁也没法肯定 这五僧已经使了权力 仅仅是打头阵的五僧 就有这般修为 曹青阳望着头顶 朗声道 船上的朋友 寄来了 何必藏头鹿尾 声浪回荡 额请 似是在回应他的喊话 御风舟中月下五道身影 他们分别是穿难衣的年轻和尚 眉目温和 五官深刻 有着明显的西域人种特征 断臂的魁梧大汉 红木方脸 极具威严 周身缭绕着玄涡状的威风 穿着色彩斑斓长袍 头发微卷 双眼蔚蓝 皮肤棕色的中年人 南疆人种 秀美清冷的妙龄女子 手里拎着一把弯刀 冷冰冰地站在枝头俯瞰 还有一身红色长裙 容貌妩媚 身段曼妙的美艳女子 柳红棉 萧月奴语气微变 柳红棉扭着小腰 款款而来 咯咯笑道 师姐 别来无恙啊 萧月奴淡淡道 你早已判出万花楼 这声师姐 本楼主担待不起 柳红棉眼里闪过怨气 冷笑道 若非有你这个好师姐 从中作梗 师妹我怎么会判出万花楼 当年那笔账 是手讨要回来了 白虎 我与你说过 萧月奴天资国色 没骗人吧 断臂的白虎 审视着萧月奴 缓缓点头 虽然戴着面纱 但的确是难得的人 足美人 我很满意 柳红棉笑容妩媚 行 我便勤了她 给你做女奴 供你玩乐 唉 鸡旋少主和喜欢丹香 不喜女色 许元怀不解风情 便宜你了 白虎汉手 多谢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身为百兽之王 女人在她眼里宛如宣泄欲望的工具 她甚至连垂涎合色 欲的表情都懒得做 这就让柳红棉很不开心 她需要一个LSP来一唱一鹤 打击萧月奴 曹青阳沉稳的目光 扫过在场五名四品 既没重视 也没轻视 在柳红棉身上停顿了一下 柳红棉 在场的武林盟高层 都认出了她 当年因为争夺万花楼主之位 闹出过不小的风波 原本门派弟子 敬逐帮主 楼主之位 最正常不过 反目成仇的也有不少 不过万花楼上一代的楼主之争 很有点意思 这柳红棉和萧月奴 都是前任楼主的弟子 角逐楼主之位的重要人物 萧月奴被誉为建州第一美人 能与他争的柳红棉 自然不会太差 但后来 柳红棉因为放荡的原因 被排除在了竞争者行列里 万花楼作为一个女子组成的门派 对楼主的思德极为重视 岂能让一个放荡之人掌控门派 但柳红棉不服 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没多久 便判出万花楼 从此杳无音讯 没想到 今日重回建州 也带回来了一群敌人 则 被打搅兴致的铁衣门主游时 默默退回曹青阳身边 双方展开对峙 非洲之上 鸡旋俯瞰下方重栏叠仗 摸了摸下巴 鱼儿不够 仅仅是他们 许其安不会出来 船头的东方宛容发表看法 也可能他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鸡旋笑着摇头 不 我敢打赌 他肯定来了 灭武林盟是国师的意思 这意味着涉及到了国师和监政的博弈 监政不会任由武林盟被灭 大凤如今能用的武夫 只有许其安 他不来 谁来 了不起再加一个孙玄姬 东方宛容侧头倾听了片刻 缓缓点头 认同姬玄的话 姬玄继续道 如今便如两军对垒 相互试探 许其安鸡蛋国师 没触及底线 或摸清我们底牌之前 他不会贸然出手的 我们也一样 谁知道除许其安之外 监政还有多少手段呢 东方宛容奄然一笑 明媚动人 他侧头 看向鸡旋身后的苍龙七秀 道 那就触一触底线 逼他出来 鸡旋汉手 回头 语气恭敬道 苍龙 劳烦去会一会武林盟的高手们 苍龙迈不到船弦边 纵身跃下 身后的七名斗篷人 随后跃下 八名斗篷人倒立俯冲 一袍烈烈鼓舞 下方 曹清阳豁然抬头 凝视着八道黑点 俯冲而下 缓缓道 八人 又是八名四品 三方势力 调集了这么多四品强者 攻打武林盟 他有些疑惑 任何体系的四品 都是中流砥柱 是真正的统治阶层 但在眼下的战场里 四品舞者只是开胃菜 此战明显要涉及到三品超反径 一次性派十四名四品打头阵 不怕被潜伏着的许其安一锅端了 戒备 曹清阳脸色忽然一变 因为他想到超凡高手 很可能隐藏在这八人中 就在此时 俯冲而来的八人 在过程中调整姿态 手尾相连 拍成一线 气机豁然膨胀 化作一道虚幻的龙影 张开獠牙 扑击而下 几乎在下一刻 可怕的气机从天而降 宛如山青 三品 曹清阳双拳紧握 一刨瞬间鼓胀如球 一道道气流汇聚向双拳 腾起炽热的能量 朝天一拳 肖月奴袖中飞出一把小剑 裹挟着气机 随着曹清阳的全境 迎向苍龙气袖 其他四品帮派领袖 或双拳出击 或拔剑刺出剑芒 或连续不断弹出气机剑语 一起迎向天空中的敌人 轰 双方气机碰撞 山顶炸起闷雷般的巨响 气机能量化作飓风 让整个山头的树木出现摇晃 这一幕若是从远处观看 甚为壮观 龙影稍有凝质 被削弱了几分 但没有溃散 剑无法阻拦 曹清阳咆哮道 退 众人坐鸟兽散 任由苍龙气袖降临 伴随着虚幻龙影的落下 整个山头一震 苍龙气袖从腰间抽出长刀 转而看向远处石门 里面毫无动静 老家伙果然状态不对 你们缠住武林盟的这群匹肤 我去斩了老匹肤 斗篷里 传来苍龙嘶哑的声音 嗷嗷 犬戎咆哮着扑来 比成年男子脑袋还大的爪子 开下 苍龙刀锋一番 往上撩出 令人牙酸的声音里 火星爆开 犬戎的爪子被刀锋削断 砰 曹清阳趁着一人一手 交手的刹那 鬼魅般的出现在一名 黑袍人身后 凶狂的权益爆发 可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到 目标人物的气息暴涨 于瞬间突破四品 真知凡人无法触及的领域 舞者的危机预感疯狂欲警 曹清阳果断收拳 朝后滑退 几乎是同时 那黑袍人斩出了长刀 刀器落在曹清阳 原本站立的位置 斩出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 怎么回事 这也是个三品 曹清阳脸色微变 他转而看向为首的那名黑袍人 发现他此刻又和犬龙对了一招 原本能轻易斩断犬龙利爪的刀锋 却只在巨兽的身上 斩出一串火星 实力变弱了 曹清阳猛地反应过来 喝道 他们不是真正的三品 借助合击阵法 达到超反径的爆发力 诸位一起上 撕开他们之间的联系 这八人力量可以融合为一 在他们任何一人中流转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三品 但不能每一个人同时是三品 因此只要采用人海战术 同时攻击八人 就能有效遏制对方